玉璃镇的大鱼里妈祖公为了要造福帮助低收入户的家庭 特别制作了平安米菇 而目前已经有8000多斤的平安米 妈祖公的主委表示 现在还在持续的增加当中 预计要发放1万斤的平安米给需要的信众 玉璃镇大鱼里妈祖公为了要造福帮助低收入户家庭 制作平安米菇 目前已经有8000多斤的平安米 妈祖公主委说 现在还在持续增加当中 也预计要发放出1万斤的平安米给需要的信众 秦政爱民 然后我们要造福我们许多弱势的团体 所以我们预计 现在龟是8000斤 我们预计要扒1万斤 给我们南区这边的 这些低收入户 清函家庭 信徒非常感谢妈祖的庇佑 还原的米菇年年成长 目前希望高达1万台金 妈祖公表示 植米龟活动除了提供信徒吃平安外 其得米龟王得主 会把平安米提供给玉璃镇低收入户的家庭 救助贫团 也是一种社会关怀的表现 记者高松霜玉璃镇采访报道